2021年7月5日 我們終於畫下句點啦 拜託拜託 您現在收看的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歪璇 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牙套日記 忍數 牙齒矯正指數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矯正前的樣子 我的牙齒呢 有一點亂 主要是因為我的四顆虎牙都有點太爆了 所以會擠壓到其他牙齒的生存空間 所以整個牙齒看起來就會比較亂 然後其實我之前完全沒有想過要做牙齒矯正 因為我很怕我做了矯正之後 我就會沒有個人特色 因為我覺得虎牙就是我的個人特色啦 如果我做了牙齒矯正 不就沒特色了嗎 在個月黑風高的夜晚 我就在那邊滑手機滑一滑 然後就被一個廣告打到 就是一個 骨牙妹的矯正 before and after 然後我整個就覺得 欸? 其實好像沒有那麼誇張欸 所以我就開始 上網爬文啊 找了很多資料 然後看大家的前後對照 覺得 牙齒矯正好像是我想要的樣子 所以我就跟我的父母討論之後 就開始去找各個牙醫診所做評估 那我來來回回大概找了有十幾間左右吧 那最後呢選定這家牙醫的理由是 一 他是牙齒矯正的專長 二 他在滴卡呢有很多正面的心得文 三 是因為他當下就有報價 因為很多 我去很多間診所 但他都不會告訴你說整個療程要多少錢 會說 你先做一個齒膜 然後這個齒膜可能要幾千塊 然後我在依照你這個齒膜 才能告訴你整個療程要多少錢 可是因為大家都知道牙齒矯正不是一個小數字 所以因為他沒有一開始就告訴我價錢 我就會覺得他會不會到最後報一個天價 報一個跟影視美一樣的價錢 我就會有一點負擔不了 然後第四個呢就是 在去評估的當下 我們就有拍照啊 然後各個角度 就是醫生就有告訴我說 他覺得我的牙齒他會怎麼安排 然後我可能要把幾顆呀 要不要打骨丁呀這些 他都有事先跟我講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整個聽下來會讓我比較安心 而且重點是 我可以不用拔虎牙 就是我可以拔虎牙後面的牙齒 所以那就跟我最一開始想要的是一樣 就是我可以保留我的虎牙 然後又讓牙齒變整齊 所以最後呢我就選擇了 這間牙醫診所 那我整理了幾個問題 那就跟大家做一點分享 那第一題就是我在哪裡矯正 多少錢 要不要拔牙 我是在台中的純康牙醫 在逢甲那附近 然後價格是12萬 那時候有學生價 這是學生價折完的價錢 然後可是牙齒矯正好像會 它的那個價格會因人而異 我去那幾間牙醫診所 有從報價有從9萬到16還18都有 最後我是做那個12萬 價格的話好像真的就是要看每一間 診所跟每個人的狀況 那我戴的是 這種乳白色的黛萌的陶瓷矯正器 對它的顏色就是跟牙齒本來的顏色很像 所以很多人一開始都沒有發現我有戴矯正器 然後是突然覺得 欸我怎麼好像有哪裡不一樣 才發現我戴了牙套 可是我的牙齒已經漸漸變整齊 所以我就在大家不知不覺當中 悄悄的變美了 呃我不確定啦 但好像牙套會有南北價差 因為像我一樣我戴這個陶瓷的 然後我有朋友是在台北戴 可能價格就會再更高一點 那我不確定啦 但第一咖是有這樣的說法 那拔牙呢也是看個人狀況 我有朋友是完全沒拔 有人拔兩顆有人拔四顆 那我總共是拔了八顆牙齒 呃我主要就是四顆舊齒 就是原本的牙齒 然後再加上四顆芝齒 所以我總共把整個矯正期間拔了八顆牙 然後我總共是戴了兩年半 再來第二題呢 戴牙套真的很痛嗎 我自己覺得我是一個對痛感忍受度很低的人 我是一個超怕痛的人 那我只能說第一次都很痛 你只要是第一次移動那顆牙齒 或是第一次挑什麼咚咚 第一次打咕咚什麼的之類的各種 都很痛 我記得最痛最痛的那一次是第一次拉線的時候 因為你從來沒有習慣過這種力道啊什麼的 所以剛拉線的那幾天真的是 痛到真的是連呼吸都痛 想念是會呼吸的痛 怕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你只要牙齒跟牙齒這樣 稍微碰到一下 你真的就不行了 直接不行了 倒點 直接倒點 他們就好像有深仇大喝你知道嗎 就是碰到一下就整個 開始吵架那種感覺捏 那痛的程度大概就是 女生驚痛的時候 把那個痛從這裡移到這裡 這個真的形容有點詭異 但我覺得那個疼痛的程度差不多是這樣 然後也跟驚奇差不多 就痛個三五天 差不多 對 我相信美麗的同胞們應該是 能夠理解感受這件事情 因為通常拉線就是一個月挑一次嘛 所以你就大概痛前面那一個禮拜 然後後面就只是會覺得緊緊的啊 有點酸酸的 就牙齒酸酸的這樣的感覺而已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我覺得牙套最賤的不是拉線的事情 它一點都不賤 最賤的是矯正器 你知道矯正器多賤嗎 它就是會這樣 因為它就凸凸了嘛 然後你牙齒一開始又不整齊 所以你就等於說 又多了一個厚度在這裡 然後所以呢 如果你是很習慣用嘴巴呼吸的人 你就會很痛苦 因為你嘴巴呼吸你嘴巴會很乾 然後你只要睡一覺起來 哇 那個矯正器全部都黏在你的嘴皮上 就這邊 尤其是這邊 它這裡就黏住 所以你只要一刷牙的時候 把它們剝開 直接讓它們封印解除 封印解除 解除你就毀掉 解除它全部破皮 你就等於有一大堆的嘴破在這邊 然後呢 那個矯正器真的很賤 它就是在那裡 所以它就是會這樣一直刮一直刮 就是一直在你的傷口上傻眼 真的很痛 我覺得 這個的痛 跟拉線的痛 有得比 因為它很持續 而且它是不間斷的 尤其是你在牙齒 還沒有到整齊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狀況會 一直發生 而且它不是痛一個禮拜而已 它可能在整個月 都會這樣 所以我那陣子 我剛戴牙套那陣子 很長 就會 出現在眾人面前 大家都覺得我超怪 但是我真的 好痛喔 真的不行欸 我覺得牙套最見的是矯正器 好來 下一題 戴牙套會瘦嗎 就我個人的例子來說呢 不會瘦 絕對不會瘦 你是不是覺得 欸剛聽上一題好像覺得 欸牙套這麼痛 痛到爆 那你應該就不會想吃東西了吧 應該吃很少啊 欸對 前面幾天你會吃很少 你可能就會只吃稀飯啊 吃布丁那種軟軟的東西 可是 當你稍微覺得不痛的時候 就會覺得 欸 我前幾天 受了那麼多的疲漏之苦 啊我現在那麼可憐 啊我前幾天吃那麼少 我後面幾天多吃一點 應該沒事吧 Oh No 會有事 就這樣 我戴牙套的時間 不但沒有瘦 我還胖了 謝謝大家 阿里加多 來 我覺得大家不要有太多期待啦 真的 不會瘦多少 除非你真的 超致力 反正 我是沒有瘦 而且我胖了 好在第四題 牙套跟智齒會衝突嗎 我前面不是說我拔了八顆牙嗎 有四顆智齒 那就我個人今天來講 他是有衝突到的 因為呢 我的智齒就跟我本人一樣 能做就不要讚 能躺就不要做 阿所以四位大爺呢 躺好 躺滿 全部我四顆智齒都是躺著的 然後 而且我的牙齒 是屬於那種 就比較大顆的 所以呢 我的智齒也超大顆 所以 醫生建議我在 矯正期間 拔掉的原因 有 因為他那個 就是他躺著 然後跟站著 站著的牙齒 就是會中間有個 很微妙的縫隙 那個縫隙很容易 卡一些食物 所以我就很容易 就很像發炎阿或幹嘛的 就會很痛 然後 再來就是 因為 我的牙齒是躺著嘛 所以他會推到前面的牙齒 這樣會影響我那個 矯正的 力道阿 排序什麼的 所以 醫生建議我 在矯正期間 就把它拔掉 然後還有呢 因為 戴完牙套之後 拆掉矯正器之後呢 其實還是要戴維持器 所以 維持器 戴上去的時候 呃 智齒可能也會是 干擾他的一個點 會卡到他的位置 所以 我的醫生就建議我在 戴牙套的期間呢 把智齒就全部都 處理掉 所以 所以 我會拔八顆牙是因為 有四顆都是支持 然後第五題呢 是 要打鼓丁嗎 我個人的狀況是 我有打鼓丁 然後 我是打上面兩點 這裡 對 因為我的虎牙 很長 所以 他光靠拉線沒有辦法到 很漂亮的位置 所以他可能要借助一點 鼓丁的力量 才能到 最讚的位置上 所以 我打了兩個鼓丁 而且我覺得 鼓丁超痛 痛到爆那種 我打鼓丁那一天 我真的是 痛到我的眼淚會一直自己 奔秘 你知道嗎 但我控制不了 我那天真的是 狂分泌我的眼淚 然後 我只要 大概藥效益 快要到的時候 我開始覺得不妙 我就趕快吃止痛藥 我那天真的是 狂克止痛藥 因為我是痛到 就是整個覺得 就是整個這一塊 整個都很痛 就是因為它是 打在你的 壓硬上 你的骨頭上 所以 那個感覺真的是 很痛很痛 然後 可是它沒有像 拉線痛那麼久 大概一兩天吧 那個感覺就好了 可是 它就是那種 很痛 很短 大概是這種感覺 但我真的覺得 鼓丁很痛 非常痛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牙套經驗 和 純屬個人感受分享 如果想要有更專業的建議的話呢 建議還是直接去找那些 專業的牙醫師們 然後去 依照你個人的狀況去做評估 說了那麼多 牙套的心酸 但我今天不是要來勸推大家 因為我真的覺得 戴牙套很值得 雖然整個過程很辛苦 但是 結果對我來說是 非常滿意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牙齒 漸漸變成正氣 其實 中間你也會覺得 你那些付出很值得 然後會很有成就感 也會對自己 越來越有自信吧 那雖然解開了 矯正器的封印 但我還是要戴 三年 應該說要戴一輩子的維持器 對 反正維持器還是都要持續戴 因為它也很重要 矯正之路是非常漫長的 但是好像越早矯正 對你的成果會越好 反正 天生立直的你 就好好珍惜吧 我是覺得 戴牙套很讚啦 很值得 那 覺得漂亮打漂亮 如果呢 你還有什麼 關於牙套的問題的話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就這樣啦 平安喜樂 健康快樂 拜拜 大家麻煩 உ不想拒絕 我們幾乎 阿姨 你喔 nak coma 你好 你